2020年12月22日 将临期12月22日 尼撒读经 读经一 撒木尔记上 撒木尔断乳后 耶娜便带着他和一头三岁的牛 以恶法面和一皮囊酒 来到使罗上主的圣殿 孩子还很小 他们既杀了牛以后 孩子的母亲来到恶礼前 对他说 我主请听 我主就如你活着那样真实 我就是曾在你旁边祈求上主的那个妇人 那时我为得到这孩子祈祷 上主就赏赐了我所恳求的 所以我现在把他献于上主 他一生是属于上主的 也那便把撒木尔留在上主那里 答唱有 我从心里喜乐于上主 我的头因天主而高养 我可开口嘲笑我的敌人 因为我喜乐于你的救助 壮士的功已被折断 衰弱者反而力量倍增 曾想宝玉的金庸功求实 曾受饥饿的金无须劳役 不认得生了妻子 多产者反而生育停顿 上主使人死 也使人活 使人降入殷府 也将人由殷府提出 上主使人穷 也使人富 典议人 也举阳人 上主由尘埃中提拔卑贱者 从粪土中高举贫穷者 使他与王侯同习 承受光荣作为 大地的支柱远属上主 支柱上奠定了世界 我从心里喜乐于上主 我的救主 福音 圣路加福音 玛利亚岁说 我的灵魂颂扬上主 我的心神欢悦于天主 我的救主 因为他垂顾了他婢女的卑微 今后万世万代都要称我有福 因为全能者在我身上行了大事 他的名字是圣的 他的人词世世代代 于无穷是 赐予敬畏他的人 他伸出了手臂施展大能 驱散那些心高气傲的人 他从高座上推下权势者 却举扬了卑微贫困的人 他曾使饥饿者保享美物 凡使那富有者空手而去 他曾回忆起自己的人词 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 正如他向我们的祖先所说过的恩许 施恩于亚巴郎和他的子孙 直到永远 玛利亚同一撒伯尔住了三个月左右 就回本家去了 弥撒独经分享 因全能者在我身上行了大事 他的名字是圣的 耶稣就是厄马努尔 临在世人当中的天主 感谢全能的天主 你是至圣的 你时常借我们卑微的罪人 做你的伟大的救赎工程 也纳获你恩赐儿得子 他感恩而将撒木尔献给你 让他一生做你的先知 服务天主和你的子民 年轻卑微的玛利亚 感谢天主将赐给一位 改变世人命运 脱离罪的捆绑 更正世界价值观的耶稣 他勇敢地唱出一首 充满喜乐和感谢天主的诗歌 赞美天主在他身上行了大事 拯救全人类 所有全心依靠天主和孤苦无依者 跟这位贫穷年轻 未婚而有孕的女子 完全认同 深同感受 玛利亚是在他身处前途未卜 而非安全和舒适时 唱出这首谢主曲 去表达他心中对天主的感恩和喜悦 因为嫁而怀胎 为害到他的婚事 对于一个年轻人而言 这是何等大的打击 可致精神崩溃呢 而圣母却借谢主曲 去展示出他完全信靠全能伟大的天主的一切供应 教会的时辰祈祷 在丸岛中包括了圣母的谢主曲 时常我们记住天主对他的卑微必服的关爱 这需要我们谦逊和服从于天主的计划 并见证他是我们生命中的伟大全能者 圣母谢主曲歌颂公义的天主除强服弱 主持公道 事实是在我们失忆时 困境中就不由自主地害怕和怨愤起来 有如在惊骇的门徒在大风浪中 大难临头时便会恐慌和高呼求助 主耶稣的声音安慰着我们说 拿出勇气来 是我不用怕 让我们不要在面临绝境时 因人性的软弱而退缩 尽管此生苦难纵然多 但天主总是与我们同在 此刻该轮到我们与圣母一起涌唱谢主曲 天父你怜悯陷于死亡的人类 所以派遣圣子救赎我们 求你恩赐我们能虔诚颂养你圣子的降生 并参与你的救世使命 因主耶稣基督之名 阿门 罗碧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